昨天在罷韓總部外頭是支持了 聚集了很多的支持者 而在晚間的六點零六分 罷韓四軍只是召開了全球記者會 而其中罷免案的領先陳冠榮 在臺上是速度哽咽 但他同時也呼籲 這樣的結果並不是用來激化對立 而是期盼高手能夠變得更好 而昨天下午大概是五點多的時候 當罷韓的同意票數 衝過五十七萬門檻的時候 總部外頭的情緒是相當激動 站了整個下午就等這一刻 台下黃四代群起飛揚 民眾喊破喉嚨卻沒人喊淚 罷韓同意票一衝破門檻 現場情緒瞬間沸騰 汗水夾雜淚水 民眾哭紅了雙眼 漫天飛舞的彩帶伴隨全場歡呼聲 罷韓四軍子這一個鞠躬 長達將近兩分鐘 謝謝大家 以手勾手的方式一字排開 象徵罷韓同心走到最後 緊接著選在六月六號晚間六點零六分 舉行國際記者會 領先人陳冠榮話還沒有說出口 眼眶就紅了 今天的結果無論是贏還是輸不管對哪一方都是高雄人民的共同勝利 罷韓團隊以引力陳冠榮張柏洋李毅潔有名四軍子領軍籌備 時隔近半年走過來了想到這情緒再度潰體 我們真的很拚命真的 雖然我們表面上看起來真的很像小屁孩 雖然每次受訪完後 所有我身邊的人都要忙著幫我做公關處理 但是 民族的發聲高雄人用選票改寫歷史 但罷韓團隊表示這樣的結果不是用來激化情緒 對不同的意見更別忘了去擁抱去理解 選民的無聲怒吼將答案寫得很堅決 明天過後太陽依舊升起 但港都的新篇章才要開始 記得高雄総合報導 看著你 看著你